一家企業它總的Value 那麼無論它叫價值還是叫市值 那麼扣掉了土地廠房 扣掉了設備 扣掉了應收帳款 再扣掉了庫存 那麼剩下的那個區塊 事實上是一個無形的東西 那麼至於一個把品牌經營非常成功的公司 它的市值跟它的價值是大的 那麼如果我們一直沒有去關注這件事情 事實上公司的價值 僅僅就是那些有形資產而已 所以我想無形資產還更勝於有形資產 如果某一天某一個品牌 它不再從事生產 它也沒有自己的土地廠房 事實上它所擁有的品牌價值 那麼還是高於其他這些有形的資產的價值 所以品牌自於一家公司 在我心裡面它always是最重要 而且必要去建立的事情 既然剛剛定義品牌是一家公司的靈魂 是一家公司生命的全部 所以在打造品牌的時候 那麼我想應該是全員必須一起發動的 那麼品牌絕對不是一個經營者喊的 也不是把品牌交給行銷部門 那麼去做品牌 那麼更不是僅僅只是設立了一個 品牌小組或品牌辦公室 它是全員的 那麼所謂全員的意思就是說 怎麼樣讓我們產品流露出來的 就是一個獲得信任 怎麼樣讓我們的人員那麼走出來的時候就 就充滿了自信心 那麼所以從產銷人產品發展 那麼到各方面 那麼都必須要把品牌當成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那麼以至於在推動品牌的過程當中 遇到的最大困難其實是人 那麼為什麼說是人 其他東西的投入 那麼它可能是金錢 可能是一些外部資源的協助 但是重點是人有沒有要改變自己的mindset 去接受我們要重新打造一個新的品牌 於是我們在打到品牌的過程當中所遇到的 是要去說服我們全員上下 大家要去理解公司未來有更宏偉的目標 要去完成 為了要完成這個宏偉的目標 我們需要又有一個堅強的品牌 這些品牌的建立需要全員大家一起來做 所以我們在品牌建立的過程當中 除了被安排各方面的任務展開 跟計畫執行以外 那麼對人員的教育訓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至少他們要認同公司這麼做的方向性 至少他們要認同怎麼樣跟著公司 在打造過程當中其實所遇到的一些不方便 人總是希望stay with a comfort zone 所以怎麼樣去挑戰這些事情 那麼人的挑戰其實是最大 那麼人的挑戰的過程無非就是要靠溝通 還有一些教育訓練 那麼才得以完成 我首先這裡一定要感謝我們工業局 還有就是品牌中心 那麼對於就說邀請貴盟來參加這個品牌計畫 那麼讓我們在這整個專案的推動當中 那麼獲得非常多的收穫 那麼這個收穫當中我把它分成有型跟五型 兩個面向來做一個敘述 有型的是我們可以從我們的財務報表上面所看見的 營業額、毛利率、淨利率 那麼這些事情 這些數字那麼逐年都在增長 那麼這是一個有型可以看到的東西 另外一塊也是屬於有型的 就是我們在產品的試占率 那麼產品在消費者心中所排的position 那麼逐年再提高 這都是有型的收穫 那麼無型的收穫事實上是對公司來講 那麼凝聚了一種向心 那麼利用品牌 然後把大家都共同的目標 共同的願景 然後行動能夠一致 那麼這是比較屬於無型的面向 那麼總之在推動整個品牌計畫當中 那麼受到長官們的鼓勵鼓舞還有協助 那麼再加上公司上上下下整體 那麼對於改造品牌這件事情 那麼的一個專心的投入 讓我們在品牌計畫這件事情上面 獲得非常非常大的成功